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9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指数是上涨了115点 来到了18081点的一个位置 过去这三天应该这样讲 从开红盘之后台北股市是连续三天都呈现上涨 那过去在股市当中有一句术语叫做 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 对不对 但对于投资票来讲 这个时候会有点两难 怎么讲 就是一方面 如果说不去参与这个所谓追反弹这样的一个动作 你看那个指数是连续三天都呈现了一个上涨 但追了 这就是台语台语在讲这个 如果追下去万一追在短线上面的一个高档 那这个时候可能又会有这个所谓的回档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此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 到底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进场去做追降 这个是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节目当中会来跟大家所讨论的 好大家知道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但首先我们要知道行情的架构怎么样去做一个发展 所以事实上从这个礼拜的礼拜一开始 当时其实我就已经先跟大家谈到 基本上因为这一根红K拉出来的一个关系 它让整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至少在这个礼拜 至少在这个礼拜 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利于多方的一个格局 好所以在之前的一个行情封关之前 或者说是今年的变数 当然其实还是非常多 但是短线上面有反弹行情 当然就先做反弹行情 这是我们当时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 好不过过去这三天呢 当然随着指数往上去做拉抬 第一天涨200多点 然后昨天涨60几点 今天最高的时候又涨到144点 也就是说三天的时间当中 它涨了大概涨了40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那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当然三天涨了400点 这是就指数来讲 我想这个幅度其实也并不算是特别小 所以短线上面有获利调节的卖压 这个是必然的现象 所以对于投资票来讲 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行情 它最多最多啦 就是一个月线跟季线当中的一个 区间震荡整理的走势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大家 原则上如果季线站稳的话 就是整个二月份 它会比较偏向月季线当中的一个 区间震荡整理 那既然是区间 越接近月线的一个位置 当然理论上就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当然不应该去做一个追加 所以它会反映在 今天的一个盘面当中 有一些比较人气的个股 它的波动幅度就稍微比较大一点点 稍后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去做一个举例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够买股票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个股 这个是策略上面的一个拟定 一样我们会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帮大家去做一个总结 就是三天的一个时间当中涨了400点 那当然短线上面容易有获利调节的卖压 所以追加的一个状况 你就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 那原则上如果说有一些个股 它的获利其实有拉开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在今天 去做一些短线上面的获利下车 不一定要全部卖光 但是你在个股上面 其实可以稍微收一点点资金回来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大家可能要操作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明天有MSCI跟美国要公布CPI 这个是晚上 这个会是在台北股市的盘中 应该在开盘之前 那个成分股会先出来 那这个CPI是晚上的美国股市会出来 那这个其实多数少都会有一点点变数 但是一样就如同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如果有回档的话 那只要没有破季线 因为是区间震荡整体行情 回到区间的一个下缘附近 它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进场的一个位置点 所以只要季线没破 原则上都还是比较偏向反弹的格局 那短线操作的一个部分 因为行情有可能会稍稍去做拉回 所以有强短的可以去做部分的减码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担心追那个强势股 追在那个短线上面的高档 但是又很怕错过这个行情持续维持在 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格局的话 我觉得大家倒是可以去 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做思考 就是聚焦在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个股上面 什么样的个股相对会比较稳定 第一个过高的 因为基本上他就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解套的一个卖压 那第二个最好是能够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个殖利率 如果殖利率还不差的话 原则上接下来大家都要公布年报了 当然基本上年报公布完之后 你才能够确定那个殖利率 这个公司开股东会 开这个董事会 先决定说今年要配发多少的这个股力之后 殖利率才会出来 但是整体来讲你可以透过一些迹象 先去做判断这些个股在今年 它会不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殖利率 所以最近期其实我们出发的一个方向 大概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出发 好因此在讲这些个股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时候有一些的人气的股票 它的波动就会开始有一点 就是攻到高点之后 有点拉不上去的感觉 其中最指标性的个股 我想当然还是以这个货柜航运类股为主 长荣 阳明跟万海 今天的股价算是平盘跟小涨 就是阳明刚刚的一个股价 还一度呈现小幅度的一个翻黑 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就是合理来讲 它如果是一个在强反弹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去跌升反弹 或者说是这个股价创高 这两个东西你要去做选择 那跌升反弹的股票 当然相对来讲它的空间会比较大 但它同时它的风险也会比较大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选择 去做这样的一个个股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当时要去做强反弹的动作 其实最好的时间点就是第一天 因为第一天基本上你越往上拉 它其实空间会越来越小的原因是在于说 你看其实昨天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状况 就是你看它的高点最高是来到133.5 对不对 那133.5 它其实就是前波整理平台的低点 因为前波整理平台的低点是133.5 但是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来到那个区间的低点的一个位置之后 它就开始有一些调节的一个卖压存在 原因在于说事实上如果说你从股价的一个走势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它之所以来到这个位置 它会停住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上方它真的有一些解套的一个压力要去做消化 所以你看当时的8月份跟9月份 这个区间最低点是116.5 拉起来最高点是150.5 大概就是120到150块钱的一个区间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个12月份 因为当时我们有做这一波的反弹 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 我们从94.3做起来 然后接近了原本平台区间的下缘 我们会去做调节 因为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动作 事实上就是来到 因为前波是整理平台 那跌破它会变成是一个 相对那个解套卖压比较重的地方 所以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先做一次的一个调整 然后这里买回来 隔天把它去做小赚获利出清 大家这个应该都还有印象 就是这个区间 它其实不太容易做大幅度的突破 那如果要的话 基本上你要两种状况 一个就是我带大量 就是我用比较大的量能去消化 或者是克服所谓的一个 解套的一个卖压 另外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所以当时我们也跟大家讲 就是说合理来讲 因为这里是12月到1月 算上旬 大概就是5个礼拜 到一个半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如果我整理一半的时间的话 是不是大概也要就是大概也要两周到三周左右的时间是合理的 那如果你就时间点来看的话 合理来讲在这个地方去进入到整理的话 那代表接下来可能要看到3月的上旬附近 它才会是一个有机会整理完成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那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谈到 就是你把基本面跟技术面放在一起看的话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东西就是 其实就基本面的角度来看 它股价如果说要有机会用特殊的利多 就是如果我整理要么我用整理嘛对不对 要么我用大利多把它带过去的话 3月的下旬有一个 有一个有机会发酵的利多叫做高股息值率率 所以你看喔 以去年长荣如果能够赚到四十几块嘛 因为以它前三季的获利来到30.27来看 第四季只要赚10块就超过40块对不对 那过去它的股息值率率 股息的配发率比较不好抓 因为这家公司它不是很稳定的在做配息 那去年是大概配五成 如果我配五到六成 你看如果40块配五成是20嘛 如果配六成是24块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当然值利率其实就相对来讲 其实就比较高了 但是这个都要等到它三月的下旬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 它过往的历史经验 当然今年会不会改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就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它的年报公布都是在三月下旬 年报公布之后确定获利 董事会开会 就可以去决定 接下来要配发多少的股力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 但是你看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整理一个月 然后整理到三月上旬到中旬 然后如果搭配那个时候有股息值利率 那个就是一个完美攻击的机会 但现在它的确不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说 基本上股价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如果想反弹的话 倒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不是一个好的调节的一个位置点 那其他的个股 其实你会发现大概都是同样的状况 因为你看像是阳敏 你看所有的个股都涨的一样 包括阳明当时八月份九月份 是不是一样是整理区间 然后这个地方再来一次整理区间 所以它也是面临着两次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解套卖压 包括2615的一个万海 万海的状况比较不明显 因为它前面跌的比较多 但是这里其实也有一个整理平台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类似这些个股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短线如果你有去抢的 尤其是这种所谓跌升反弹的股票 因为跌升反弹股票 它就只是反弹 所以谈起来之后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刚好三天的时间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是不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短线调节的一个时间点 这是我们在看整个行情的时候 应该要有的 那个策略的一个规划 但无论如何 我想当然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还是针对 这些个股 其实很多 但是我想大家都还是针对 那个什么产业 针对这个该不该买 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在做讨论 但是我们跟大家所谈到的 其实都是实战的一个操作 因此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大家来讲 可能会比较有实质的帮助 当然我知道 要讲那个愿景 要讲那个梦 然后要把它讲得很大 大家才会有这个记忆点 但对于我们来讲 我觉得操作还是 我这个地方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就是说当然五年到现在开始 三个交易日过去 当然有看多的有看空的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一个重点是 过去这三天 你到底只是亏损的减少 或者说是你是年前放空 因为我们年前是 把空单权数做回补 因为无论如何 它就是一个长假不确定的因素 它只要做短线反弹 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时我们把所有的空单 全部做回补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追在相对 空在追空在相对低点的话 这三天其实也是很辛苦 那变成说做多的 如果你没有挑对股票 或者是你股票套住了 跟做空的 你空在相对低点被嘎起来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但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觉得新的一年 大家总是要有 新年不能够总是只有新希望 你要去实现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要不要去调整你的操作的一个模式跟方式 那如果说谢老师的操作模式跟方式是你认同的 那我觉得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点 跟上我们的一个行列 刚好就从这个虎年开始来做 来做一个改变跟出发 那如果说你认同谢老师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就会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那什么叫做相对稳定的股票 这些个股是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担心大盘涨多回答 但这些个股可以相对比较放心的 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部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资源循环 深深不息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一样先看一下 目前加权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上涨了119点 来到了18089点 那基本上今天的上涨 其实不太意外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要再大幅度攻高的空间 真的是不太大 那原因在于说 事实上昨天 台积电有灌一个尾盘 是灌7块钱 无论如何 就是今天开高 应该是可以预期 就是说 它不是什么重大的成分股的调整 它不是MACI生效 不是摩台结算 然后也不是台式器结算 那最后一盘打了7块钱 它也不是大量 因为只有一万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合理来讲 把昨天跌的那7块钱 稍稍补一点回来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概念是说 当然就台电 或者说就今天的行情来看 开高 可以预期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因为简单讲就是 我离上面越近 其实就越容易会打回来 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现在的月均线 其实还是下弯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之前在 过年的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有教过大家 你怎么样去看扣底 那简单来说 就是从这一天 到这个绿色的三角形 这个箭头 它这个一共是22根的K棒 那22根K棒代表的就是 一个月的这个所谓的时间 对不对 那用收盘价来做计算 所以整体来讲 它代表的是过去 这一个月的平均成本 好 那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家知道了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我扣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到这里是22天 明天2月10号出现一根K棒 无论是红K、黑K 它的要赚22天 是不是往前一根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免礼拜四嘛 礼拜五再往前一根会到这里 好所以你看 我加进去的数字 因为它是22天的收盘价 加起来除以22 去得到一个平均值 画出一条线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这个国小数学 大家不要觉得很困难 我加这个地方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踢掉 然后我加这里 你光看位置 你都不用去看它点数多少点 我扣这里 加这里 那个值是不是会持续往下掉 所以月均线下弯这件事情 至少在我们可以稍微算一下 合理来讲应该是要 这边先走一次嘛 然后这里再上来一次 所以很多事情 我那时候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合理来讲它会决定 大概到2月份的行前原因 是因为你看这个大概走完 也大概2月底了对不对 然后3月份向下扣 原则上那时候 如果还维持在这里 那反而会是一个多方 因为很容易会往上去 因为那时候均线会走平嘛 很容易会往上去做一个突破 但反之如果说 它要再下去再做修正的话 大概2月底之后 其实大概就会有一个方向出来 所以整体来讲 这是我们现阶段 看行情的整体的架构 好但回到个股的部分 我刚刚讲了嘛 就是这个时候 你要做一些相对 比较稳定的股票 稳定的股票就是 简单说啦 就是我的股价 如果能够在过去这个 中小型股血流成河的状况之下 它能够创新高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而言 它已经告诉你 它基本面不差 所以过去我们选择的方向 我们不是选择快的 因为我知道快的幅度会比较大 但是我希望投资朋友能够 有一个概念就是 不论什么样的行情 我们今天不论做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都是稳扎稳打 不是说我这笔大赚 那一笔大赔 我觉得并不需要这样子 最主要是要追求的是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操作 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时我们告诉大家 3526的反甲 这个是伺服器的相关领域 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伺服器最近骨架其实都还在涨 因为这是一个族群性的效应 比如说你看像饥渴的810的青城 对不对 大型的比如说2382的广达 这个骨架其实都维持着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那为什么能够强势 因为产业是对的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2月7号股价公道涨停 然后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最大的优势是 这个是投信任养股 对不对 它的投信任养不是来自于说 当然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谈一些高股息殖利率 但它的任养不是来自于高股息殖利率 而是来自于它的产业是对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1、2、3、4、5、6 连续6天 事实上投信针对反甲 其实都是站在了一个比较买超的方向 所以这个是四伏七领域对的 而且有筹码面的优势 当然我知道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嘛 为什么跌生反弹的股票 它谈的幅度会比较快 速度会比较快 幅度会比较大 因为那个是内资在做主导 所谓的内资我讲的是大户 或者是 对就大户 就是比较有钱的人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法人 投信买的法人股票 它会比较稳定 它或许不会很快 但是它是一个稳定的选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到这个股价的走势 昨天创新高嘛 然后今天 这个股价就是一直洗 今天的价格 最高点来到211.5 你看它是不是 又创新高 那我觉得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尾盘的一个走势 会不会跟昨天一样 洗一洗 然后最后尾盘又拉上去 那就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洗盘的走势嘛 它有维持过高 然后盘中又一定要翻黑 这个就是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翻假的一个股价走势啦 但是 不是让我们看的是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趋势 那另外讲的其他的个股 大概就会是高值率比较 可以确认的方向 例如说大国钢 大国钢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1.5万张 我们不会讲说 就是我们讲话要有那个 要有那个真凭实据啦 它前面的买超 它真的不是因为基本面 它真的就是因为 它纳入到富邦特选高股息30的成分股 所以1根2根3根4根5根 这5根都是因为成分股的转换 去做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好但是来到这个位置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我突破整理区间 对不对 第二个在过年期间 铁矿沙的爆价是成天大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的整体的基本面的力道 开始有出现一些转强 这个我觉得同时是进可攻退可守 就是我有高股息值率 因为这是投信认证的嘛 对不对 高股息值利率 然后铁矿沙的报价又上涨 所以今天股价价格最高来到42块 你看这股价也是撞高之后回档 你说老师你怎么都是这样的个股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找股票的习惯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整体多方的架构 它是没有改变的 好那其他我们在昨天 有在做其他的布局 那一样是从高股息值率来做出发 包括华星 因为它前三季就赚2.92嘛 你看 华星是华星丽华集团的 算控股母公司 2.92对不对 那当然第三季有那个股息的入账 那即便你第四季随便赚 不要赚像第三季一样有一块半 你大概1.3 你大概一块钱上下 那是不是它的获利就到四块钱 那如果五成的话 那你可以稍微算一下 其实这个是过去为什么外资会开始回补持股 那另外包括我们昨天跟大家所谈到的 64.8长科其实也是一样 这股价今天也缓步来挑战这个位置 基本上突破就是一个头肩底型 这里买进也是富邦特选高股息 当时认为它有机会 在今年配发高的一个鼓励 股价往上去做表态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所谈到的就是 这个时候不单纯只是股票 然后怎么涨跌 而是在于每一个操作其实我们都把行情的一个东西考量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投资票你认同夏老师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 稳加稳大 你也想要从五年开始有一些新的操作方式的改变 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2月9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ott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ott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为明哲888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成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资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 5868 成通投资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成通投资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